我们去做饭了 夏姐有什么心愿我能帮你完成的吗 我这里的菜房都准备好了 所以你挑哪一个好 那你觉得用哪一道菜比较适合我呢 炒虾仁反正姜好了 就清炒虾仁 对等一会这道菜就给你做了啊 好我来吧 先洗个手 我们今天都听夏姐的吩咐 怎么分配这个任务呢 夏人是泥草 大牌我来做 那个腰花汤这个也是我来做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这个墨鱼仔 就是墨鱼仔 这墨鱼就放水里吗 对啊 就OK了吗 然后点芥末 这道菜也是我做 好的 你们是周末就会过来这边跟他吃饭这样子 就有空了周末就会过来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分开住的呢 四岁开始 四岁 对 我四岁去幼儿园的时候 就是那个幼儿园就算是住宿的幼儿园 因为他爸爸在泰昌港口上上班 一星期回来一次 然后我又上班又没人带 就直接把他住校了 把他送到学校的第一天 因为老师考虑到 因为他是擦班的嘛 结果的老师倒蛮好的 吃了晚饭就把他带到办公室去 让他散散心的 没想到 他突然拿个电话打电话过来 四岁 我其实本来就忐忑不安 我一接电话我很意思的我就拿了电话 第一句话你知道他干嘛 妈妈你怎么不来接我 他哭 我一下子我眼泪也出来了 但是从四岁到现在也是周末家庭了 对啊 对 见的真的很少 基本上一周见两次吧 突然间有没有后悔 就是我错过了他某一段时间的成长 对 上次吃饭的时候我说 哎呀 我有的时候想想真后悔 把你放在拳头 现在架起来一共 不知道多少时间跟你在一起 你已经长大了 我儿子那天跟我说 妈妈你 你别 别有这种伤心感 哎 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一个 哎呀 我觉得嗯 还是安慰他 还瘦了 还至少他理解我现在 他的理解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对